Hello, 欢迎来到谷杀6, 我是陈小鱼 今期分享广东式炸鱼肉米粉 做炸鱼肉, 为什么拿一大条鱼骨出来 这道菜要煮得好吃, 关键就是汤头 我晒冷买一条大鱼骨 令汤头特别浓郁和鲜甜 包你吃到舔舔来 每次都玩晒冷 家嫂, 找食艰难 但是, 每次你都吃得很开心 真香 汤头除了用大鱼骨, 要微微可口 还有几个小碟士 这些血水就是腥的来源 所以, 需要用碳盐水的方法浸它半个小时 逼出血水 拿去飞水, 将汁质飞走 看, 这些汁质, 将它飞走, 汤才会清 接着, 还要用清水洗净 要煮出一煲微微的汤底 这些细节是很重要的 猪底骨和鸡脚, 一共1500g 水的份量是2.5倍 即时会用到3750ml的水 用中大火滚15分钟 令味道适发出来 然后, 转中小火, 慢慢熬它 最好是熬过夜 如果不是, 最少都要6个小时 这个就是熬出来的汤 看, 多浓郁啊 搁走汤渣 撇走油, 令它更清洁 这个汤底很浓缩, 很够味 还会用来做另外一道送家 倒出1200ml 继续熬今天的汤底 那条大鱼骨 对两人份有点太多 所以我只用半条 用清水洗净血水 这些血水会带来腥微 放入汤底, 整煲汤就会浪败了 拿干水后, 拿去炸 加3片姜片去腥 鱼骨要炸过, 才会淋入汤底 变得奶白浓浓 炸到它变金黄色 温士烟已经闻到很香 就把它拿起, 放入汤底 让它熬一小时 我现在去处理鱼肉 我用巴当鱼 五鱼也可以 要吃得豪华一点 都可以用石斑温士生纹鱼 把它切开 洗净血水 醃之前用锤纸印干 这样就比较容易入味 灑一茶匙的盐 适量的胡椒粉和一汤匙韶酒 拌均匀, 然后醃它半个小时 接下粟粉和尖米粉各一汤匙 确保鱼鱼肉 让它静置15分钟 用刚才炸鱼骨的油 用180度的油温去炸 让它炸一两分钟 才去移动 炸到两边明明金黄色 就把它捞起 然后将油温调至200度 放入炸10秒 然后把它捞起 看看, 哇, 多漂亮 外面金黄色, 里面仍然很乱 现在, 汤底已经熬了一小时 好, 可以开始煮了 爆香的姜片 蒜粒和葱白 炒到金黄色, 还是已经闻到很香 就放咸菜和蕃茄 炒几分钟后, 蕃茄就会变软 放高汤一起煮 让它煮一下, 我去切些豆腐 然后放1汤匙鱿 适量的冰糖和胡椒粉 试一下味道 嗯, 都差不多了 接下来就是放花奶 买的时候要选Evaporated Milk 而不是Condensed Milk 为了好吃, 所以我买Full Cream 放到你喜欢的浓度 放得更多, 汤底就会更白 但是我不喜欢奶味 蓋过我这一锅鲜甜的汤 所以我放轻手一点 准备一种粗米粉 切好一点上海青 用生菜也可以 一点葱花 芫荽 炸干葱头 拌起一人的份量 加上青菜和米粉 煮多两三分钟 倒出来就可以摆盘了 夹几块鱼肉 和炸到薄薄脆的干葱头 还有, 撒点芫荽和葱 这个广东版炸鱼肉 米粉就完成了 剩下的汤头 就先隔渣 摊冻之后就放入冰箱 下期我就会拿它来做 潮州鱼片汤 想知道如何煮? 订阅我的频道 一上片就会通知你了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